哈喽哈喽,各位亲爱的会员朋友以及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Homoly Market Watch,我是MG,今天是3月13号星期六的晚上10点钟,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是主题LSS4太阳能的计划,昨天出来的,对吧? 出来以后的话,这是比较大的一项太阳能源项目的计划,是能源委员会宣布的,一共有1000兆瓦中的800多兆瓦,会有30家公司去竞标, 所以这个竞标的公司已经公布出来了,但是我们会去从结合技术分析的这些角度去看一看这些新能源公司里面有没有说比较潜力的这种股票,我们来看一看,那在这上面大家看到会分析到的股票会有JAX,KPOWER,MKLAND,还有SOLARVEST,USMA,这些是收集的,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当然这个提到的股票没有任何的推荐的一个嫌疑, 所以老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呢,是供大家学习和参考的,主要是来帮大家去习得股市当中的一个赚钱的规律, 所以呢,Disclaimer,讲在前面,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和股票推荐的一个嫌疑,所以每位投资者需要注意我们的一个投资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从三个部分,依旧从三个部分跟大家分析,第一个指数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呢,板块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会重点讲一下, 刚刚在图片上出现了五只太阳的那个概念股,当然了,入选的这个一共有30只,之前我们还讲过一期的这个视频, 叫做新能源电动汽车的EV的这个视频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在一起, 毕竟呢,新能源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吵得特别热的一个主题, 大家知道呢,这个整个去年啊,到今年半导体,对吧,和新能源这两个大的板块都是属于这种被高估啊, 就是高估很多的股票,大家都是是炒它的一个预期,那么它的潜能,大家肯定是知道了, 但是呢,能否选对股啊,能不能够合理的去分析出哪一些适合我们在现在的行情去进场的, 我觉得需要大家做一些功课啊,不是说一拍老门,只要它是这个概念都可以买, 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涨的,包括今天这个竞标的这个30只公司里边的话, 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很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理性去分析, 然后呢,去紧跟什么,这个市场里的庄家的一个步伐, 因为他们是能够去推动股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好吧, 看一下指数情况,首先呢是weekly chart, weekly chart上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是收到了一个支撑啊, 我们之前多次讲过,虽然拜五的时候下来了, 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大阴线啊,这个上瘾线,对吧,上瘾线, 就是呢,拜五掉下来的,因为本来这个拜的话, 整这个礼拜本来还是可以的,复苏股期待是不错啊, 但是这最后一天的话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最后一天的这个蜡烛,它下来到1615点, 对吧,最高到了163几点嘛,对吧, 接近1640点了,好,我们看一下, Kel夏,这是我们之前3月9号画的一张图, 现在还是可以用的啊,这个16, 我们昨天是收在1615点,那么它微微低过1617点, 1617点是我们多次讲到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现在还是在这个左右去震荡,虽然突破了两天, 但是呢,它又下来了,对吧,又下来了, 不是说很强劲,上方的话也没有触及到1640点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这个图,对吧, 这个图的话呢,之前我们也讲过, 从这个,这个低点啊,3月份的这个低点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情况啊,现在这种回调, 去推理一下,这个上升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升啊, 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话, 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拉到这边的话啊, 拉到这边就是一个3月7号的,3月18号的底,对吧, 底,然后到这个上方应该是到了12月份,对吧, 到了12月份,然后我们这个期间的话呢, 它在这个中间啊,有一个回调, 好,这个大的回调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它是没有破的, 那么为什么画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叫做它的一半的位置啊, 就是从这个低点啊,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 到这个高点中间一半的一个位置啊, 是1431点,那么它的这个调整是没有跌破的, 所以呢,这个叫做弱的回调, 那么它又上去了,上去以后, 现在又来一次调整啊, 这一次调整我们看一下, 它又是到一半的位置, 就是说呢,在这一个一半啊, 在这一个一半呢, 它是属于这个上升趋势的一半, 对吧,这个上升趋势的一半, 所以呢,目前来讲也是比较弱的回调,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现在又到了这种行情呢啊, 为什么说呢,如果是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高点啊,如果是从这个高点来算啊, 这个高点到这个地点之间, 我们来看这一段期间啊, 它是属于什么呀, 上了一半的位置,对吧, 上了一半的位置, 还没有过到一半的位置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强反弹, 还是弱反弹, 取决于它能不能够突破这个一半的位置, 就是说, 从这一个地方下来啊, 我们用一个蓝色给大家标一下,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蓝色的这个波段的一半的位置啊, 能不能够顺利突破, 就决定了这一波反弹是强还是弱了啊, 目前来看的话呢, 是没有突破的, 因为大家肉眼就能够看出来, 这是没有达到的啊, 那给大家告诉一下这个点位, 一半的位置呢, 大概是1627点, 1627点, 中间是有触碰过, 但是又立马下来了, 对吧, 触碰过立马下来, 这是一个什么那个原理呢, 就是能够去判断啊, 这种股票上升趋势的回调是强还是弱啊, 这个是58线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啊, 一半对吧, 回调没有低位一半就是弱回调, 低位一半的话就是深的回调, 那样的话再回来的话就会更难的, 不是说没有可能,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不能够说是一个强的反弹, 虽然它是也在这边回谈, 但是不是很强对吧, 那么我们用一个画好的图, 给大家来看一下的话, 可能这个图啊, 因为我刚刚是给大家去画这个过程呢, 大家就知道原理怎么来的, 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 对吧, 目前来讲的话呢, 1627点正好是呢, 我们刚刚说的啊, 就是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一半的位置啊, 一半的位置, 就差不多这边, 一半的位置1627点吧, 应该再上去一点点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点位, 如果你说你不会分析这种, 这种压力啊, 因为现在来讲啊, 整个指数还是在这种偏震荡当中, 那这种情况你需要去等待, 或者呢, 啊, 你需要做短线, 要么就直接休息嘛,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寻找它的一个支撑和压力, 不会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拿红利软件的这个筹码分布啊, 调出来以后就能够看得到, 其实在1627的位置是有压力位的, 然后往上走的话就是1640点, 其实也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一个压力位1640点, 跟这个上前高点是符合的, 那么它正好是打在这边下来的, 对吧, 然后底下的话1600点, 依然是非常重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它最低下来的话呢, 应该是不能跌破它的, 同时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压力位, 支撑位稍微高一点点, 好, 这是关于支撑和压力指数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日线的这个超买和超卖, 对吧, 非常准确的啊, by5为什么跌呢, by4对吧, by4就是最后一根这个黄色的超买信号啊, 红利软件的动态超买, 超买信号结束下跌, 对吧, 结束以后, 那你这一天要不出来啊, 肯定出来啊, 那你说这个在60分钟图上对吧, 有这种信号的话你就赶紧出来了, 就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啊, 因为之前的话每一次跌了, 看到吗, 每一次跌了啊, 所以你吃费注意风险, 我们连着讲了三天啊,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什么时候结束, 结束就是你短线出来的时候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指数方面啊, 所以指数方面的话大家注意哈, 它还是虽然是在回调啊, 在回谈, 但是反弹的话呢, 还不算特别强, 一定要站在稳定站在1627点以上会比较好, 好, 我们看一下板块的情况, 这个是州的一个板块情况, 那么主要是呢, Property, 还有那个建筑, 能源, 包括还有小股指数啊, 这边的话, 张的比较多的了, 就是前面三个了, 对吧, 建筑, 地产建筑和这个能源, 张的比较多, 尤其是这个地产板块,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星期五的一个排名啊, 星期五, 是科技反弹, 对吧, 科技反弹, 然后呢, 这个Construction呢, 就是大幅回调, 跌了1.8个巴仙, 好, 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几个关键的一个板块, 挑几个板块, 比如说这个Property啊, Property来讲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周线图啊, 这个是周线图, 这个是它的日线图, 那么周线图上,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上升的一个周期啊, 当然整个地产板块来讲, 它也是偏周期性的,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起来的时候, 正好是前面的低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周期的一个机会啊, 会员朋友知道啊, 这叫周期牛, 那么上来的话呢, 它一直是在这个通道里面, 虽然有调整, 但是一直没有打破这个通道, 目前来讲还在上扬, 但是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压力, 对吧, 所以还是有一点空间, 日线上来讲的话呢, 它是还没有突破这个前面的压力位的, 所以突破以后还要看周线上这个压力位啊, 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稳定突破才会进入到更大的一个周期, 因为我们看到啊, 日线图上从这个monthly chart, 月线图上看的话呢, 它应该是有一波周期, 但是这个周期呢, 什么时候启动啊, 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来打一个比方, 如果说这明明是一个好的周期, 我们知道了, 这个时候肯定是一个好的周期嘛, 上升周期, 如果你不会买卖, 你在这个地方买, 然后呢, 你会不会很纠结啊, 就心里很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你买了就跌了, 然后这边是monthly, 一共跌了一二三四个月, 实在忍不住了, 然后在这边卖掉, 卖掉以后呢, 它就又接着账, 那你说你难不难受啊, 肯定难受, 所以呢, 好的股, 好的趋势呢, 你要踩不准节奏也是不行, 这就为什么, 我们需要是看长期, 要看短期, 长期看有没有压力, 对吧, 短期来看有没有启动的机会, 比如说现在, 它这个地产很强啊, 你现在感受近吗, 你说你就在这近的话, 那不就是追高吗, 追高不就是特别风险的事情吗, 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呢, 你等它调下来, 对吧, 调完以后再出现买点的时候, 进不会更好吗, 对吧, 这个地方至少是比较安全一点啊, 所以呢, 就是还没见到朋友对吧, 你不要随意去追高, 第二个来注意一下, 理性去分析它, 然后这是趋势的分析, 另外一定一定要看看, 它的资金层面, 尤其是大资金, 整个property的板块的大资金呢, 不算特别多啊, 没有到50%, 但是还好它没有青色的套牢盘, 对吧, 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缓慢上升的, 而且如果再也有个什么好的刺激啊, 政策之类的, 一定是利好它的对吧, 看一下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呢也是跟这个地产一样啊, 前面这个高点它是直接就下来了, 百五是跌的比较多的, 对吧, 百五是跌的比较多的, 所以就是需要注意一下, 什么时候能够稳定去了啊, 对吧, 所以当时也说过, 你要是追高的话就很风险, 等这边调, 调完以后有机会你再上就好了啊, 这个总会有机会的, 庄家虽然减少了一点点, 但是没有青色啊, 没有青色的这个套牢盘, 所以就没有关系啊, 青色是套牢盘, 就是被, 如果你亏钱了的话, 你就会在这个青色里边啊, 银钱的人是在红色里边, 主要是代表庄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板块啊, 稍等一下,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油啊, 油的话我们需要看一下石油, 对吧, 看一下整个石油, 石油的话呢, 就属于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原油啊, 这个是原油的这个ETF啊, 做多的, 那看到我们之前说过, 它不是很顺畅, 对吧, 因为原油仗的这么好, 但是我们的石油是一波三折, 目前呢是, 也要突破的一个情况啊, 庄家来讲的话, 一时都还没有稳定在五十八仙以上, 所以呢, 依然呢, 需要注意一下风险啊, 依然需要注意一下风险, 所以这边呢, 我们需要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稳定下来, 呃, 这种原油股的话呢, 它仗的很快, 所以呢, 一个原子就可以了, 它是有机会, 但是呢, 踩好节奏, 有力就套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 呃, Industry啊, 工业板块, 我们看一下, 先看它的周线图, 周线图来讲的话呢, 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前面的压力被突破了啊, 这个突破跟之前不一样, 这边是尝试突破, 但是呢, 庄家啊, 红色柱子的庄家跟之前比的话, 明显减少, 这是一个顶部背离的一个征兆, 顶部背离的一个形态, 所以呢, 这边呢, 谨慎不要加仓,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庄家一直是保持在高度的, 差不多是75%左右, 并没有减少, 所以呢, 它是比较顺利的去往上走的, 但因为它是第一个礼拜啊, 所以还是谨慎为好, 再有一个礼拜呢, 去确认一下会更好啊, 这个是关于工业板块, 然后看一下这个是交通, 交通的话呢, 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 跟工业板块差不多, 但是它的庄家占比会稍微少一点, 大概50%多一点点啊, 刚刚工业板块是75%, 所以我们知道工业板块仍然是非常潜力的, 因为指数也是非常强劲的, 对吧, 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这个Transportate, 它的Daily啊, Daily进入在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 然后这个是Telecom, Telecom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这个周线图啊, 周线图呢, 也是在上方在这边遇到了一个压力啊, 但是这一次呢, 它的庄家的占比啊, 61%比上次多很多, 上次也是往上冲, 但是呢, 庄家这个能力不足, 能源不足, 只有20多%, 大概可能不到20%, 现在的话, 庄家是61%, 所以呢, 它的这个进入到新的阶段的可能性还是会比较大的, 这个是Finance, Finance的话呢, 就是比较慢一点啊, 比较慢一点, 这个又出现了短线的卖出机会, 黄色的超买消失跌下来了, 所以呢, 注意一下风险,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纳斯达克啊, 就是纳斯达克和这个香港的科技指数, 很深科技指数啊, 科技指数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两个, 对吧, 虽然有反弹, 我们看到纳指稍微强一点, 港股的这个科技指数稍微弱一点啊, 因为它跌的是比较深的, 然后呢, 这边是反弹两天了, 但是呢, 依然没有回到健康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什么谨慎对待, 那么我看KLCR的科技指数的好啊, finally啊, 回到这个线的上方了, 其实是没有纳指和横指的这个科技, 跌的多对吧, 所以是比较好的, 但我们说了, 因为这个回弹是没有结束啊, 没有结束啊, 因为呢, 我们看到啊, 它虽然是站在了这个一半以上的位置, 但仍然还有两个档设施突破啊, 这个白线是大阳竹啊, 大阳竹一半的位置已经站上去了, 但是还有一个粉色线, 红色线需要慢慢出突破, 才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是操作了, 我们看到60分钟图上, 对吧, 它现在呢, TranExport红转轻啊, 红转轻是一个短线卖出行, 我们等轻转红就可以了啊, 只要轻转红在这个主线上方, 都是可以去做短线的, 没有问题, 那如果长线投资者的话呢, 你可以等它什么再突破这个什么, 突破这个粉色线, 再去做建仓比较好了, 现在呢是短线投资者啊, 短线投资者, 轻转红主线以上就可以去考虑了, 最后一个呢, 看一下Hescale, Hescale Weekly Char出现了一个紫色的超卖信号, 如果市场不强的时候, 就算是超卖, 它也是什么, 只是说止跌, 它并没有突破, 所以不能买, 这次虽然出现了紫色, 我们看看它, 是往上走呢, 还是说止跌啊, 如果是止跌的话, 仍然没有机会, 往上走的话呢, 仍然先做反弹对待, 对吧, 至少它出现了一个超卖信号, 对吧, 比没有出现要好一点, 这是关于指数和板块的一个情况啊, 我在交易日的盘中呢, 会给大家去做一个总结, 交易日的盘中会发这个Homely Lunch啊, 指数和板块的情况, 个股的一个策略, 对吧, 还有呢, 这个个股会分析股票啊, 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呢, 只是大家问的, 没有任何推荐股票的一个嫌疑, 所以呢, 有华语版, 也有英文版, 想要收听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发送Homely Lunch到017-226-8356, 想要收听到盘中的这个更新的朋友, 可以发送Homely Lunch到017-226-8356,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来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这个太阳能计划开启啊, 新能源谷哪家墙, 说的这个墙的话呢, 我们需要先啊, 捋清楚一个概念, 什么样的股票要强, 肯定是呢, 首先肯定要帮我们赚钱嘛, 对吧, 你不可能这个股票一直在跌, 你就觉得它很强, 但有些基本面投资者可能会说, 哎呀, 越跌的话越好买呀, 我们需要去把我们的这个赚钱的基础上, 比较充分的是利用我们的一个资金, 所以才能够, 我就给他简单定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叙事有启动的征兆, 第二个呢, 一定要庄家入住, 对吧, 你这个庄家没有入, 但是趋势启动的话呢, 仍然可能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啊, 如果趋势启动, 并且有庄家进入的话, 庄家是钱嘛, 大钱流进的话, 你才可能稳定账嘛, 我们不想赚两天的钱, 我们想赚更久的钱嘛, 对不对, 比如我们打个比方, 我们就拿科技股的一个例子啊, DNEX啊, 大家都很知道的, 对吧, 那么它什么叫趋势启动呢啊, 我们说过这个白色线的吧, 白色线, 这个长期趋势线, 这个蜡烛了上穿白色线的时候, 就是一个启动的点位, 对吧, 启动以后呢, 有没有庄家啊, 有庄家啊, 前面也有突破了, 但是庄家特别少, 对吧, 所以呢, 不是说光有趋势启动就行了, 趋势启动并且有庄家入住, 才能够衍生出这一波大牛的这个行情, 对吧, 这短短的二十多天就已经三倍多了, 对不对, 这不算牛股算什么股啊, 对吧, 这种股的话在这边启动, 对吧, 那牛股的话你这边没买到, 这边没一次啊, 白球转红球都是你的进场机会, 对吧, 好股, 你要有方法的话都是可以买的, 对不对, 庄家还是强装控盘, 所以呢, 就掌握这种方法啊, 你看这个会员的话, 他就是在这个第二个点在这买的, 他也不是在最底部买的, 在第二个点买的, 那赚了多少呢, 二十天就是已经快了三倍了, 二百九十一把线了, 你说可不可以啊, 他有方法对吧, 但是讲这个case呢, 不是让大家去盲目买它, 毕竟现在没有买点呢, 只有白球转红球才能买啊, 你没有买点进的话就是追高, 所以需要耐心等待, 对吧, 那这种就是属于什么, 既有趋势启动有庄家入住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三十只股票的话,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 因为网站上有很多资料,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拿出来看了, 我们挑几只股啊, 简单讲一讲, 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股, 还是那个啊, 这个以免大家造成误会, 说我在建股之类的, 没有啊, 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股, 比如说第一个JAX, 对吧, 它有很好的基本面的支撑啊, 各种合同啊之类的, 业绩啊, 各种都不错啊, 我们从长啊, 分析个股的话, 由长到短来分析, monthly challenge来讲的话, 它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什么, 周期性的股票, 对吧, 一波一波, 最晚就走就好了, 不要说恋战, 你要恋战做长线, 拿好多年的话呢, 你发现从开始到现在, 也没有赚几个钱啊, 周期股就是把握好, 它的一个启动和结束,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它很显然是在周期的一个, 上升的一个趋势阶段, 还算不错, 而这是它的一个规律, 然后看到weekly chart的话呢, 现在呢, 有一个压力位, 对吧, 前高点对这个股价会有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的话呢, 可能突破, 也有可能就不突破上去了啊, 我们画出来的话, 你就知道, 因为如果你在日线上开, 你是很难发现这个压力位的, 毕竟这个压力位还是比较久以前, 长后短能够看出它的压力位,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下来, 它正好是达到了这一个压力位下来的, 对吧, 好, 达了weekly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庄家的一个情况, 庄家资金大概是32%, 还好它没有什么青色的散户注, 说明什么呀, 它只是在做一个调整罢了啊, 调整完了以后呢, 它有机会啊, 干嘛呢, 就是再往上走, 只要这个青色不增多, 那么它就不会跌, 对吧, 红色增多, 它就会再次启动啊, 这就是, 关于这个Jax, 我们是从技术面给大家来做分析啊, 基本面的话, 我就不做太多的一个讲解, 毕竟的话, 呃, 我们是更多是技术擅长, 而且这些公司的话, 基本上也都还不错嘛, 对吧, 好看第二个, Key Power, 问的也是比较多的啊, monthly差来讲的话, 是横盘以后再飙升的一只股票, 它也是业务重组啊, 之类的啊, 就是各种, 然后也是有什么, 有庄家在里边的, 是非常强的一个股啊, 但是目前呢, 遇到了一个什么, 很大的一个调整啊, 11月, 1月11号的时候, 它做了一个拆股, 拆完股以后呢, 一直在震荡, 还没有恢复元气, 这个是拆股以后啊, 就拆股, 我把这个价格呢, 给它拆掉了, 那这个地方, 的话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 拆完股以后呢,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需求, 需要去回补这个缺口, 如果正常去回补的话, 就很好, 比如我们知道这个杜甫, 它就是正常去回补上了, 所以还是很强, 但是这个股票来讲, 目前它开始是回补的, 但是呢, 回补不是很顺利, 又下来了, 但是幸运的点呢, 就是它下来以后, 没有跌破这个点, 所以呢, 还是属于有惊无险, 对吧, 只要它这边稳住了, 那就要仍然有机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框框里边, 可以去做短线, 突破以后呢, 可以再去考虑加仓, 对吧, 长线的朋友呢, 你基本上等它什么, 突破这个框框以后, 再去布局短线的话呢, 在这个框框里边, 比如说这种低位呢, 可以去考虑布局的啊, 这个是关于, 因为这个股票有拆股嘛, 所以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然后我们再, 把这个分拆的这个缺口合并一下, 看看趋势, 好, 这个是合并以后, 我们看一下趋势, 你看整个趋势来讲话, 庄稼也是在减少, 它拆完股以后, 趋势的不算特别好, 之前也有调整特别厉害的时候, 对吧, 这一次调整的比上次要弱一点, 但是仍然还是在调整当中, 意味着什么, 它现在还是什么, 在调整以后的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压力位在哪儿, 刚刚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演, 你自己去打开软件看, 这个价格是多少, 好吧, 如果突破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呢, 长期可以慢慢去布局, 短线的话, 现在任何是可以去做这个反弹的, 怎么去做啊, 你就在60分钟图上, 你看现在呢, 是红色, 红色是持叶的状态, 红转轻, 再有轻转红, 才是可以去介入的啊, 这个是关于KPOW, 然后我们看一下MKLAN, 这个问的也比较多, 月线图上的话呢, 我们画两条趋势线啊, 第一条白的是长的, 第二条红色的是修正的趋势线, 目前呢, 正在突破它, 那么依然是有压力啊, 庄家资金呢, 不算特别多, 21%这是月线图, 所以呢, 我们要谨慎对待, 如果你现在有操作的话呢, 你需要看它能不能够顺利突破, 然后我们看一下Daily Chart, Daily Chart的话呢, 你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这个股票呢, 它不是特别活跃, 它的K线就是这种像钢琴线的这种啊, 不是很活跃, 所以需要注意一下, 那你要做这只股票需要有耐心, 因为它比较慢咯, 就这个问题, 然后呢, 现在也是遇到了一个压力位, 对吧, 庄家占比36%, 那么它如果能稳定在, 不是啊, 是50多巴仙啊, 能稳定在50多巴仙的话, 我觉得中场现在没有太大问题, 短线的话, 你就忍耐一下它的这个成交量啊, 如果能够再活跃一点, 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讲会更好一点, 这是MKNLAND,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SOLA VEST, SOLA VEST很火啊, 次星股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对吧, 上涨调一下, 上涨调一下, 然后这个股的话, 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它呢, 现在也是什么, 就是回弹的是比较厉害的一只股票啊, 这种呢, 就是属于什么呀, 你是可以慢慢去布局的啊, 而且呢, 它从来都没有跌破黄色线, 这种好股跌下来就是进场的机会, 你看啊, 正好这个紫色线消失, 是不是向上突破了呀, 向上突破的话, 是不是正好是你的一个入场时机啊, 所以这个地方被向上突破, 你就可以入场啊, 在这边入场,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庄家的一个占比是很大的, 这边差不多就是有50%以上, 对吧, 这个散户株的话呢, 差不多是20多巴仙, 20多巴仙, 因为我们可以去比较啊, 上次它也是这种情况, 只不过上次它会调整的, 没有这次厉害, 但是好歹呢, 它就回来了, 对吧, 所以呢, 仍然是有机会啊, 但是你需要把握好节奏, 在60分钟头上看就好了, 现在是青色还没有入场点, 对吧, 青转红才可以去考虑, 所以呢, 要耐心等待,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乌斯马啊, 乌斯马的话呢, 它是能源板块的, 能源板块呢, 就啊, 它是也有竞标的啊, 看看它要做转型, 对吧, 做转型, 那我们看它的趋势, Wiki里来讲的话, 也是两条线, 目前呢, 是在这个压力之下, 虽然它有反弹机会, 但是仍然在压力之下, 这需要注意的, daily差的话呢, 哎, 上仗调整, 现在又上仗, 目前呢, 是庄家有空盘, 大概是在70%, 这算比较健康的, 但是它在这个上面呢, 调整了很长时间了, 我们看看, 下周啊, 因为这个竞标成功的结果没出来, 所以我们要看下周的那个结果的话呢, 可能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了, 这个股栏需要突破这个盘整区域, 才是比较好的, 目前也是没有买点的, 对吧, 好, 那么关于这些, 这个是个股啊, 差不多是讲五个, 那么30个股票里面呢, 差不多是, 比较集中在哪些板块啊, 集中在工业科技板块和建筑板块, 尤其是工业板块是最多的, 但是因为呢, 第一个呢, 这个竞标结果没有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后面可能还会有新的这个竞标公司, 所以这个结果不是很确定的啊, 所以呢, 我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下啊, 就是大概把这个范围扩大了, 就所有的太阳能的, 包括比如说Semandian啊, Semandian呢, 它是没有在这个竞标公司里面, 但是后面有没有可能竞标, 有可能啊, 我觉得都包挂在这里边了, 就一共给大家整理出了30, 80个股啊, 太阳能的新能源的都有在里边, 竞标没竞标的啊, 竞标的肯定也在里边, 没竞标在里边, 但是那个EV的啊, 就是新电动汽车的没有在里边啊, 所以呢, 那个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 加上那边的话有22个, 22个的话, 加上这边应该是有一些一部分重复的,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有三四十四五十只股票了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然后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啊, 就是截止到昨天, 38这个股票里边呢, 庄家控盘的50%以上的呢, 是11个股票啊, 有11个股票, 那么我们就不做重点了, 因为避免这个股票推荐嫌疑啊,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份资料, 好吧, EDPF的资料, 38只新能源概念股的技术图表的这个PDF的资料, 包含大型的太阳能项目的竞选公司30家, 然后呢, 这个会员不需要发送了, 我们会都能够收到的, 那么非会员想要收到这一份资料的话呢, 发送RN Renewable Energy到了017-226-8356啊, 这个非会员想要得到这份资料呢, 可以发送RN到017-226-8356, 这个是包含这个, 这没有包含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啊, 电动汽车用我们上次讲过了, 很多人都拿到了, 没有拿到的朋友呢, 你就发送EV到我的WhatsApp上面, 我就给你这个电动汽车的, 好吧, EV到017-226-8356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内容呢, 我希望带对大家能有帮助, 因为再次强调一下啊, 现在是什么, 凭实力赚钱的时候, 靠运气赚来的钱啊, 不学习迟早会凭实力亏费区的, 所以呢, 那Homely是教导你如何品实力赚, 并控制亏损, 最终实现持续稳定这样的, 好吧, 那如果呢, 大家想要这个收听这个Homely的这个公开课, 明天的下午两点有华语公开课啊, 早上呢, 有英文的公开课, 可以发送2到017-226-8356, 想要参加到我的WhatsApp广播组, 收听到HomelyLunch的朋友呢, 可以发送3到017-226-8356, 那么就谢谢大家的观看了, 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了, 给我点一个赞, 并且多多转发, 多多留言, 如果想要收听到未来视频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HomelyChamp Malaysia, 然后打开小铃铛就可以听到了, 那么我们这个Homely的话, 在大马有三个分行, 总行在这个吉隆坡, 然后新山和槟城都有分行啊, 想要预用我们线下的这个一对一的朋友呢, 可以联系我017-226-8356啊, 8356不是8256, 8356好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的观看,